柯文哲现在可能是蜡烛两头烧 除了这个选举经费假账的议题之外 他的老婆陈佩琪 他竟然最近在脸书上面自报 说被检举用他人的名义 要开这个小草咖啡厅 而这所谓他口中的他人名义 其实就是陈佩琪他自己儿子 要用他的名字来开公司 消息一曝光就引来各界的踏伐了 加上陈佩琪他是医院的主任嘛 所以他是公务员的身份 可能还涉及了违法 不过陈佩琪在脸书发文呛瞎说 公司还没有实际的运作 自己呢只是有犯意没有犯刑 而且还喊话法院对他从轻量刑 还说应该要清查全台的公司 用力吹哨子逼逼逼 不让党主席被问到敏感话题 志工激动驾起手臂 誓死护卫 柯文哲前进 怎么看陈佩琪是昨天的发文 说到发文又是妻子陈佩琪 这回他在脸书自爆 用了儿子名义创立小草咖啡厅 但不只设人头引爆争议 最关键是陈佩琪还有公务员身份 只是他还打开地图炮 说赞成清查全台的公司 强调自己只有犯意没有犯行 更举例跟柯文哲吵架曾经脱口这句 要宰了你 算说虽然有犯意 但恐吓罪应该不严重吧 我好怕 他已经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 那也以很坦然的态度来面对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 那贝琪医师他对外的发文 都很有他自己的主见 究竟是性情中人的主见 还是押注未爆弹的发言 黄口昌毕竟只是个旁人 要不要停还得问问的家人 这件事没听说 但柯妈铁口断定绝非有心之过 儿子肯定正正当当 人活在世界上 每天都有奇奇怪怪的事实 但是重点是这样 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寄负 但柯文哲何时踏出这一小步 还能解为民众党的一大步 华新闻张正杰张一科 请主播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其实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